台东地区的凤梨和香蕉 一级果产地收购价 都已经掉到每公斤六块钱 农民恐怕将血本无归 县长黄建廷一号的上午 和议长饶庆林 副议长陈宏忠年妹 来到了陆野乡关心农民 县长黄建廷表示 已经请县府 民政 教育处协助 军方和学校等单位来大量的采购 同时将梅河对岸的贸易商 把台东的农产品销售到中国大陆 台东在地生产又大又漂亮的香蕉及凤梨 如今可能让农民绝本无归 农民既不舍又无奈 政府可以替我们农民出一点点 给我们做一些外小的动作 让我们农民不免得辛苦 农民没有退一会儿时间 农民开始选择做农 就是做到死 要不然就富裕了 所以说英文都不是最底层最下层的人 少带一个政府 虽然台东的产期比屏东南投等地区稍晚 不过目前香蕉和凤梨一级果产地收购价 都已掉到每公斤6元左右 跟往年平均凤梨每公斤10元以上 相交15到19元的价格相比 农民成本根本无法回收 到最后将南投全员根除的命运 西部现在一公斤到产地的价钱到6块钱 那我们这边开始初期采收的也是这个价钱 所以我们就会担心 等到我们的量产的时候 是不是一样的贵 会这个血本的贵 就用地方政府的角度来找我们过去有一些互动的城市 像广州、深圳、南京、湖西这些城市 昨天已经打了几个电话 基本上告诉我们 让他们了解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也请他们能够来帮忙 原则上应该都会愿意来协助我们 第一个是外销第一次就可以外销出去的 我们再努力 那接下来留下来无法卖出去的 我们赶快来做二次的加工 那这样的话第一可以为解决农民问题 第二也让我们最当即食育的水果 可以继续保持它的鲜度 让我们自己的台东的人 甚至喜欢台东农产品的好朋友 可以在爽味期限之后 还能够继续吃到台东新鲜水果的样貌 目前县府除协调军方及学校单位 大量采购之外 也主动与对岸的南京 无锡等城市联系 协助梅河采购台东的香蕉及凤梨 希望保障农民的收益 记者潘君伟陆野相报导